哈喽 大家好 欢迎到KS看股 so 啊 今天是3月14号哦 so 今天KLCI找盘呢 就好像我讲啊好像好像啊 MCO的妈妈当这样啊 是近到很近了 突然间下午那个 他那个那个那个啊 那个蜡烛啊 今天已经早上跌破了颈线了 看来他要跌了 下午的集团又推回他上去 所以现在好像又有机会要反弹这样 就到底是能不能撑 要跌我们就得给他跌到个孤立 要反弹就给他机会反弹吧 现在反弹不是很好啦 第一又战争 又通货膨胀 这样多问题啊 这样多问题的时候 你给他反弹 我觉得是不容易啦 很难啦 很难啦 but他他 market要撑他 所以现在是不是一个陷阱 等下我们要进去看一看 是不是一个陷阱 首先点阅点赞分享 还有样东西啊 现在啊 不要忘记啊 开这个video给你看看 所以现在CGSNB啊可以 啊 CGSNB啊 可以买美国 新加坡跟香港的股票了哦 所以他的那个 啊 啊 commission啊 是0.25 跟0.25 跟0.25 跟0.2 是很低的啦 算是很低的啊 如果你可以 如果你要买 你要玩 美国 美国 新加坡 香港的 香港的股呢 你是可以 CGSNB的 这个 啊 这个平台是可以做到的啊 所以记得如果你要开户口呢 你就来 就去CGSNB这边啊 我这个链接啊 啊 Facebook有链接啊 视频 这本视频下面有链接 Facebook有链接 这边啊 开 CGSNB交易户口 开户口 然后你填了那个form 叫那个啊 CGSNB的人会call你 然后你要跟他讲你啊 你也是要玩这个啊 美国外国股啦 啊 ok 多几天 我会做一个视频哦 是怎样去用这个 CGSNB的这个 啊 这个 这个平台啊 他的 他的这个APP啊 怎样用他平台来 买外国的股啦 那我会做一个video 大家了解了解啦 啊 因为现在很多人想玩外国股啦 马来西亚股有时啊 看来 看来看来看去好像觉得 有时 有时啊 没有看到不是 机会 机会没有来 想试下美国啊 可以试试啊 but啊 马股也是马股啦 比较靠近啦 大家懂 公司 大家懂他的 他的操作很多 so 也是也是 也是讲 哦 不要讲哦 我要全部投资美国 投资美国可以 你要有这样的 你会啦 你有你有这样的 第一 你有这样的 tips 或者你有 tips 第二 你有你自己的那个 研究哦 你有你有自己研究 你觉得你懂 那个美国股怎么样玩哦 此点我也会做一点视频 谢谢那个美国的股 美国股 啊 啊 啊 也是可以啦 看你怎么样玩啦 你要玩玩 你要你要你要 全部玩美国的也是可以 说你自己哦 要怎么样投资你自己的决定 啊 啊 看一看美国生命哦 请注意 我不是专业交易员或顾问 我分享我的交易旅程 景出于娱乐目的 本视频中包含的任何观点 新闻 研究 分析 价格或其他信息 是我个人的观点 并不是投资建议 对于您使用本视频中的信息 而直接或间接引起的任何利润或金钱 资产或任何贵重物品损失 我不会担任何责任 OK 呃 不要忘记找盘啊 找盘我有讲这个手套啊 找盘我有讲Hatta Topglove Kplus Avanta跟Cosan 5168 7113 0163 7192 和7153 所以要看 要看手套 要看一下找盘到时走到怎么样 要看一看这个手套 就看这个找盘啊 OK 我们看看国际先啊 OK 看了国际我们才看本地 所以今天马股收价1567 0.78点哦 啊 掉了0.78点 然后0.050% 所以早上啊 我们看五盘 他是差不多跌到10点的 你知道吗 现在他又推回他上去 哦 你看他新加坡是跌0.699 香港是跌4.793 韩国跌0.587 日本有上1.0.577 泰国跌0.045 菲律宾跌0.415 啊 sorry 4.151 啊 中国你看他 FTSC掉了3.487 中国SSE掉了2.605 中国SSE掉了3.083 所以中国是大跌 很多个 哦 很多个这个 啊 股市都是跌啊 哦 所以我们看欧洲 欧洲 欧洲有上 澳洲 sorry 上1.215 印尼上0.428 啊 纽西人上0.138 台湾 掉了0.010 一点点啊 看啊 印度 印度 Nifty也上了1.1.342 我们看 英国 英国 FTSC掉了0 上了0.283 德国 也上了2.640 啊 dex 所以欧洲 有点小反弹 我看美国 美国到就是上个星期五 掉了0.693 啊 NYSE掉了1.104 S&P掉了1.296 和NASDAQ掉了2.2.180 所以美国是跌了上个星期了 所以今天 亚洲是大部分跌 欧洲有上一点点 看看中油啊 中油有上一点 中油还守在7546 早上我有post这个视频 早上我有post这边 中油期货 中油期货大跌 Futures Futures是跌的 只是这个价钱还没有跌 Futures是跌的 所以跟你讲了先 要小心 要小心 我记 这个油又跌了 油跌 这个中油应该是占不稳多久的 因为他们 油通常 中油脏因为油脏嘛 油是substitute嘛 so substitute 就是这个 代替 中油是可以代替油 所以它的代替品也是跟着要起 所以 金 1967 所以金也跌了一点 所以市场也有一点 怎么样讲 那些人也比较可能 没有这样恐惧了 对市场 所以他们也没有一直去买金了 1967 所以 银也跌了一点 25 2576 今天很奇怪 就是 KLCI 为什么要捧上去 我们再来我们看图 今天早上啊 它已经是跌到来这边了的 15 没有mark到这边 它已经跌到这边 1558了 它已经跌下来 最后 下午给它推回上来 所以 暂时我们星期六 我们看了 看了大局 我们也看了本地板块 那些 我们看不到有哪一个板块 真的可以有 有那个动力啊 暂时看不到它有反弹动力 或者上升动力 可以把这个马股推上去 今天啊 你看啊 这两天 连续两天 星期五 今天 它是跌破了它的景线 它也硬硬的推它上去 集团推它上去 不是我们推它上去 我们也不会啦 很多人也不会这样子推 也不会看啊 所以现在你们会看啊 你们有看图 你们会看啊 那些人没有看图 也没有 也分分钟也看不到 OK 所以为什么连续几天 都要推上去 到底我们market 是不是还有隐藏的 什么动力的板块 可能可以推它上去 暂时我们看不到 我们看到 今天看到手套 but 手套有这样 有可能因为中国 韩国 台湾 几个国家 现在都有那个 那个 疫情都在涨了 都在涨了 可能 可能 那个 那个什么 那个 手套有机会 but 我看来看去也不觉得 因为OMICRON大 大冲出来 那个人全部恐惧 那个market 那个 那个 手套都没有上 现在那些人已经觉得 哎呀 手套 这个疫情 跟他一起共存了 疫情就好像发烧 这样 中了 拿MC3天 过了 就去做工 好像是这样罢了 现在 现在没有讲 哇 全部人要送锁 要怕这个 病疫情 这个啊 COVID疫情 现在是全部是去 差不多去到讲 共存 共活了 跟他一起共存在 好像 中了COVID 那MC给你3天回家 回家 自己锁在房间里 好了 才出来 差不多是这样子 现在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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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可能啦 我觉得啦 不是投资建议 也不是讲 一定是这样啊 我觉得market 现在是要跑到这样子了 啊 啊 所以什么 推他上去 我看不到 他又要推 他又要做一个模式 这样的模式 好像这样 好像他这个模式 两天这个尾巴 他的意思是 他还可以冲 他跟我们讲的意思 他又刚刚好在这个支撑线 OK 这个是 这个是 force break 这个是假跌破 两次假跌破 证明他有力在冲 但他怎么样冲 看不到 什么能推他冲 我看不到 所以暂时要小心 看看 看清楚 这两天还是 很模糊 他做到这个 做到这个东西很模糊 早上我们知道他要跌 但突然间他要推上去 所以这个有可能 又是一个陷阱 所以暂时小心 不要乱乱来 好 OK 我们看板块 今天情绪33 上升股317 下跌股637 所以讲 他怎么样会推回上去 下跌股比上升股 多降多 那个market 怎么样可以推回KLCI上去 下午 所以这个 然后量才2.5亿 量又降小 所以这根蜡烛是 这根蜡烛它的实力是不大的 所以也是继续要小心 0.78 点掉了0.78 所以0.058 先1567 所以找盘一起 一开始 OK 散户全部丢丢丢丢到集团进场 集团进场 推它上一点 到中午集团再进 再推它上去 这些是集团推的 我们是推不到的 只是这 这些散户 这个 这个9点到10点 就是散户完的 这些是集团完的 看板块 Consumer消费掉了0.4 工业掉了1.35 建筑掉了1.20 科技掉了1.75 金融上了0.04 房产掉了0.72 种植掉了1.87 RID掉了0.13 能源掉了0.95 这个手套上了1.63 电讯上了0.08 电讯上了0.08 Transportation 运输掉了0.30 工艺品 这个 水电 gas 上了0.20 所以每次啊 我中午也有讲啦 中午也有讲啦 每次market run的时候 没有东西玩的时候 手套又会站起来 突然间还会站起来 好像讲 我要冲这样子 没有东西看 你一进的market 你没有东西看 market没有东西看 所以没有catalyst 突然间呢 很多次都是这样 手套突然间你看到market没有mode了 没有东西玩 手套又突然间站起来 所以很多人家 很多人就会在这个时间给他吸引去 手套要来了了 因为突然间中国那边又爆了 又爆疫情 这个外全部都中了 这个很多个国家中央香港 啊 啊 韩国啦 很多都中了突然间啊 所以突然间这个又好像一个有机会 爆针这样子 这个我们看了很多次了 已经上当很多次了 你跳进去三两天 他就完蛋了 这次有没有机会再冲上去 我不是讲不可以了 这个已经发生很多次 每次market很烂 他就跳起来 我要站 我们跳进去又给他玩一轮 因为这个是集团操纵到很够力了 这个 这个 这个手套了 所以集团还是在玩它了 所以我们跳进去分分钟 又是给他车一轮又是 又是亏了 所以这个要 这个我 我 你问我会不会玩 他没有什么突破 我是不会玩 他起一两天我是不会追 好吧 时常我看到这样 我们看 我们在视频讲 讲这个 手套讲了很多次了 我看到每次都是手套都是这样的 market很烂很烂的时候 他就要站起来 一下讲我要上了 所以很多人又跳进去 越完就越糟糕 OK 这个是我的看法 不是投资建议 我不想一定对 这个是我的看法 我邀请我喝咖啡去 Trading with KS 去Coffee.com Trading with KS OK 我们看新闻 OK 今天POWERWELL POWERWELL拿到 39.87 39.87 M的 的工 GULIUM 这个HITEC 这个高科技的这个东西 啊 POWERWELL POWERWELL 我不是很熟啦 看一看 POWER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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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看 OK 0217 所以他的账是不好啦 POWER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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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的 他的压力在 他的阻力在 0.22 0.235 0.275 0.315 这个会不会玩 我不会玩啦 如果你们想追 就是看看这些重点 这个我是不敢玩啦 Complete Complete 他要改名了啊 叫做Hexstar Technology Solution 他要 他要 扩张他的生意去 这个ICT 这个 科技那边 科技那边 so 他呢 现在 他要卖他这个 他这个公司 Classic Scenic 32.04 M 他会赚到 2.65 他可以赚到 啊 so 有新闻 看一看啊 Complete 很久没有看了啦 再看一看 Complete Complete 已经冲上去了 已经冲上去 套利了 这边 在通道顶 他去到通道顶 我两个通道 三层的通道 现在跌回下来了 啰 如果你 现在跌来这边呢 这边有支撑 这条有一个支撑线 ok 我们在这边追过一轮 在这边追过一轮 两轮 ok 所以现在呢 他跌下来这边呢 他可能有支撑 可能有一个小反弹 可能会有一个小反弹 如果你是买高了的 你是买高了的 你有机会反这个反弹 你是给他套了的 这个反弹 73.4 或者3.76 有机会你可以套了先 这边可能有一个小反弹 买进的话 我觉得他炒完了 就不要买了 我觉得就不要买了 他已经炒完了 炒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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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炒完了就不要追了 我觉得炒完了 没有薄 CocoLand 这个CocoLand 就讲这个 RSP 讲 它有机会 上去更高 1.36 跟1.42 1.21 这个意思是他的支撑 CocoLand CocoLand 他已经是通到顶了 这个要追我 我是不会追了 通到顶是贵 通到顶是便宜 记得 通到底是贵 便宜通到顶是贵 这边买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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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买是贵 这边买是贵 通到顶是贵 所以现在你买进去是贵的 最好我觉得不是很好追 银行觉得他还能去1.35 可能可以1.4 也是还可以 今天有一个大的 今天他已经去到1.35了 下跌下来 所以这个最好不要追 这个很危险 他讲他的支撑在1.21 1.21在这边 1.21 1.21 所以我是不会追了 这个 再通到顶我就不会追了 OK Hong Leong Bank Hong Leong Bank 讲这个 Hong Leong Investment Bank Hong Leong讲这个 Darwin 他的 他开始赚钱了 他本来一路来自亏钱 2028 他 他的这个 reorganize 他的政策改了一点 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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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现在有赚钱了 4.6M 所以他觉得他有机会去到 如果他能突破 15C 他可以去到17.19 跟20 17.19 20 他讲是这样子 看他的动力 Darwin Darwin这边啊 15C 他能突破15C 有机会去17到20 你自己看 如果你要玩 止损在0.2125 止损在0.125 CMB讲B Auto B Auto 所以他的生意越来越好 所以他的生意越来越好 他给add call啊 啊 哪里去 去加仓了 add add 然后从快9去到2.2 2.1 B Auto B Auto 在这边 从这边啊 本来他在快9 现在他去到去2.1 2.1 2.1就刚刚好 我们的通道顶了 ok 这个通道 这个通道顶 买通道顶 买通道顶 卖通道顶 ok 那天我们讲 他突破了这边 突破了这个1.6 这条 这条线吗 you shall not pass 所以他突破了 你可以 可以捞捞 看到如果他去到通道顶 去到通道顶 有20% 20多% 所以这个继续收了 看来ok 今天他的sales 开始慢慢涨了 Balesto Balesto拿到工哦 拿到这个Petronas Jarigali的工 Petronas Jarigali的工 他没有讲多少钱啊 没有讲这个工多少钱 他没有写下来 but 啊 给BiKo 18 这个谁给BiKo 啊 Hong Leong 给BiKo 18 所以这个呢 Balesto 我是不敢玩的啦 跟你讲了先 很波动很波动的 然后现在他跌下来 他一直在跌哦 如果他现在反弹去18%呢 蛮多的 有70% 如果你敢玩的话 如果 如果他继续跌下来 他跌一点点 就20% 有的啊 因为这个 这个是 1.11 的股啊 所以他一跌一点点 风吹草动啊 你就跌了2.38% 你就亏了2.38% 这个 这个我是不敢玩的啊 跟你讲了先 你要 你要波下 如果他真的 有反弹呢 有突破这条 你这边换一条通道啦 有突破这个通道 可以试吧 你突破通道也是太近了 他弹回来 突破通道也是太近了 20% 还可以啦 这个我不敢玩 跟你讲了先 不敢玩 看来看去 我都不敢玩 啊 这个呢 Astil 他的老板 Dato3 Victor Hilu Tan 这个就是 大老板的样子 真的是大老板的样子 哈哈哈 Dato3 Victor 对不对 我读到对不对 Hilu Tan 讲他的本地 这个啊 什么啊 啊 啊 钢铁可能价钱会起哦 因为那些啊 通货膨胀啊 那个什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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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宗商品他的价钱起了啊 全部会弄到他们的 他们的价钱也会跟着起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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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几个月 这个欧洲的这个钢铁价钱也是要起了啦 啊 所以先看啊 钢铁啦 钢铁可能会有啊 会 会有东西啦 这几个这几个星期啦 啊 看看啊 留意一下啦 啊 so Malaysia 其实是他讲这边新闻这边新闻是讲没有多好啦 因为 因为他们会给这些 这些很多生意啊 尤其是建筑那些很大的压力啊 啊 建筑公司啊 啊 房产建筑很大压力 so Malaysia 这个total trade呢 贸易呢 起了啦 国外的贸易 so他的这个export 啊 出口呢 就起了26% 啊 进口起了26% 出口就起了23% so 啊 跟上一年比啦 so market有开始慢慢的 啊 慢慢的什么啦 慢慢的反弹啦 market有反弹啦 所以看来今天还是ok的啦 所以讲 KLCI我要 他跌的越低越好 哦 因为我们今年觉得他是 经济是能复数 so如果他跌的越远 我们的机会就越高哦 机会就越高 哦 so这个呢 就讲了啊 这个钢铁的p-matter p-matter 跟这个啊 能源股跌啦 因为呢 这个 欧洲跟这个 啊 俄罗斯跟乌克兰谈判了 去到第四层 第四个round了啦 第四 4th round 第四 第四轮了啦 看来他可能有机会啦 因为 乌克兰他一定要谈判成 他一定要 要跟 要跟俄罗斯谈判 啊 有结果的啦 没有结果 他一定是 是 是 是完蛋的啦 俄罗斯 会给他 变成 变成一个 废了的国家 没有政府 没有军队什么啦 他要给他做了一个废了的国家 分分钟啦 然后 然后那个 俄罗斯会控制他的 经济啦 如果他不 谈判不成功 他也没有什么子弹去谈判啦 因为 欧洲是很难去帮他的啦 好像我那天我讲chicken and egg啦 你 我用 你的 我的家的电是你给我的 你跟我的邻居 去吵架打架 我的邻居叫我 去打击你 我怎么样打击你 我打击你 我没有电用 很难啦 所以 他们做很多东西 很多东西是做给人看的啦 很多东西 所以我们 这个是很复杂很复杂的东西啦 很复杂很复杂的东西 所以 乌克兰是没有路跑的啦 乌克兰他是没有路跑的啦 因为如果 如果俄罗斯真的砍 砍他的出产 砍掉他的铁 砍掉他的 还是有出产铁 砍掉他的铁 砍掉他的那个 油全部啊 那个油啊 会起到什么价钱去啊 所以你们那些生意 全部靠油的生意啊 全部用到很多油的生意啊 完蛋 全部你 你的价钱会起到啊 200块那时候油啊 起到200块啊 你的 你的 那时候我们吃面包啊 都要 都要十块钱啊 哈哈哈哈 现在面包起五毛钱啊 给吃面包起 五 起两块钱啊 so so这个啊 chicken egg啦 你动又惨不动又惨啊 看哪里 看哪 看这个 这个就是看这个乌克兰 看他怎么样 跟跟他 怎么样去 怎么样去跟这个 哦 看他的这个什么线啊 他的那个 啊啊啊啊啊啊 啊啊 limit啊啊 limit tolerance 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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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炭儿能能收多少啊 能承受多少啦 Russia的这个要求 他是没有路走的 必须要谈判成功的 PM 我们的首相讲没有降快 可能没有降快 他不会Russia 不会冲着去大选 不会冲着 不会赶着去大选 因为虽然他赢了 Zoho赢了 这个AMNO赢了 他不会赶着去大选 但是我们停就先了 OK RL RL就赢了14.9M的这个Solar Solar Photo Project 用 太阳能光伏 太阳能光伏的这个project 看一看这个RL RL看一下可以不可以玩 现在Market是没有东西可以玩的 所以Market要反弹 我也没有看到什么股可以讲 哇大大的可以进去玩 RL也是一直在跌 一直在跌 一直在跌这个也不能 OK 今天是讲这样的 今天我们也蛮多故事一下 我们明天再谈 暂时今天看不到什么东西 看不到有哪里 哪里有什么可以推那个 哪一个板块哪一个行业 可以推那个KLCI上去 但仅仅今天也要推回KLCI上去 推回那个马股给它好看 我也不知道哪里可以 动力找动力来推它 不用急我们看多两天 现在暂时今天还是小心一点 手套股 我好像我就是讲了 手套股是这样的 每次Market很烂 他就站起来 所以你要不要追 你自己考虑下了 OK 今天讲这样的先 记得要买美国股票 大家可以用这个CGSMB来买 OK 拜拜